全国二十多个铁路机车车辆工厂的职工们 在武昌车辆厂进行基本工的比赛 他们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在车辆厂卯工工作量大 工作时配合要协调基本工要求高 齐齐哈尔车辆厂和常兴电机车车辆厂的职工 在表演中 卯钉接得又稳又准 卯得又快又好 分别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江西南昌市邮电局平信组的同志们 苦练基本工 由原来单手分解信件 改变用双手分解信件 过去平均每人每小时分解2200件 现在提高到4600多件 分解差错率也降低了 他们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 是一个思想红功夫硬的五号班组 北京市市内电话局04台的同志们 每天要给用户查号2万多次 为了查得又快又准 他们熟背电话号码 他们每人已经能被2000人 多个电话号码了 全国各供电部门在辽宁锦州 做了一次供电基本工表演 这是快速立电杆表演 浙江嘉兴供电局12个工人 只用了26分钟 就立起了5根10米高的水泥电杆 最快的一根只花了两分半钟 电杆折断高压线断了 锦州电业局18名维护工人 赶到现场进行抢修 他们只用了25分钟 就架订阅了两根临时电杆 恢复了送电 高压线磁瓶脏了 过去是用人工擦洗 还要停电 现在锦州电业局的职工 带电充以高压线磁瓶 保证了电力的正常供应 上海市公安局消防队和工厂的业余消防队员 从南 从眼 从实战需要出发 练出了一套过硬本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热火朝天的苦练过硬本领 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为生产建设新高潮贡献力量 最近几年机械工业部门试制成功了许多种高精密机床 上海第一级床厂完成了螺旋散型齿轮洗床的装配工作 这种洗床能加工汽车 拖拉机 飞机和精密工作母机上的重要零件 产品可以达到一级精度 这种洗床可以自动进刀 退刀 换齿 加工完会自动停机 无锡机床厂制成了地式重型内缘磨床 它加工的产品的精密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 这是卧室重型外缘磨床 它可以加工长4.5米 直径800毫米的部件 加工的产品的精密度 光洁度都很高 我国工人 技术人员 发扬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的精神 生产了许多新机床 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这是北京第一所自动化油电局 提取包裹 营业员按动电钮 地下室自动包裹架上的包裹 就会通过传送设备直接来到营业柜台上 投计的包裹会自动被送到地下室风发间 这所自动化油电局是北京上海的油电部门职工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共同设计 制造 安装的 你把足够的硬币投进去 你就能拿到要买的信封 邮票或报纸 多交钱他不要 少了钱也不行 他是认真可靠的营业员 在这儿寄信也很简便 把硬币和信件投进去 机器就盖上优资已付的印戳 11月26日 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 在北京隆重开幕 来自边疆和内地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业余演员 六百五十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其中一百五十多人是各个战线上的先进人物 文化部部长沈彦兵致开幕词 他说 这次观摩演出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民 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讲话 他说 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 就是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 各族文艺工作者 应当适应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 在会上 内蒙古 新疆 广西 宁夏和西藏五个自治区的 各族业余演员代表 以最激动的感情 用最美丽的语言 歌颂了伟大的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 歌颂了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舞蹈 女民兵 表现了内蒙古妇女勇敢 飘悍的性格 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和浓厚的民族特色 这个舞蹈的演员 大多数是蒙古族牧民 五好社员 歌颂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颂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ugar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